第二題做圓軸運動的物體必受核種力作用 我們知道東西要做圓軸運動一定要受到向心力 向心力很指向圓心 永遠都跟順時運動的速度垂直 用來改變我們順時運動速度的方向 所以它最後才會繞成一個圓 所以第二題問我們說 做圓軸運動的物體必受核種力作用 我們答案選擇是C向心力 做圓軸運動必受向心力作用